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中国族协在反腐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 在此前一直备受争议的杜赵财终于是正式落网 而且涉及到严重违法危机 所以其实接下来对于杜赵财而言 面临的将会是官方的审查甚至是重罚 在杜赵财落网之后对于很多球迷而言 在近期还在热火朝廷讨论着另外一个重要的人员 那就是原族协掌门人蔡正华 其实从此前程序员落网到最近余红成这个副手出事 以及杜赵财出事之后 让蔡正华三番五次就受到很多球迷的一些讨论 甚至是质疑 那么蔡正华到底目前的一些具体安排是如何 接下来又是否有可能被接受调查呢 我们都具体分析一下情况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最近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 蔡正华在前几天才刚刚和他自己的一个老部下 吴近平参加了福州这边的一个乒乓球团体赛活动 那么这一次是作为出席嘉宾来督战这场比赛 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蔡正华目前整体来说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之前包括足球报的记者李轩也透露说 官方暂时没有调查蔡正华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接下来在官方通报任何事情出来之前 蔡正华都暂时没有问题 起码没有像杜赵财一样的话 在这个益州之前已经是神秘失踪 去到某个地方被进行调查了 对比一下蔡正华目前的一个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 当然除了这一点情况值得关注之外 就在最近我们看到 著名记者冉雄飞还在他的社交平台当中隐隐约约透露了一些自己知道的内幕消息 冉雄飞写下了这么一番动态 他说杜赵财这一次 其实是在此前的一周多的实现的话 是被要求去某个地方学习 那么说的好听一点是过去学习其实就是接受调查 毕竟作为一个竹鞋如此重要的人员在没有确定他的一个问题之前的话 也确实不好对外说的一个太难听 所以在这一次提到杜赵财的整体问题之后 冉雄飞还特别提到了一个前竹鞋的高层 一个西信的高层 但具体是谁呢 他没有具体透露 但对各位球迷来说呢 也可以自己分析一下 他表示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问题 在下一周就会见分析 这个日期时间呢 各位球迷也可以等待一下 那么相信几天之后就可以知道结果了 总的来说 对于我们球迷来说我们其实从心底里面肯定是不希望呢 我们现在这些展示安全的员员出任何的问题 毕竟说实在不管是程序员还是其他一些员员 对中国竹鞋啊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是有贡献的 那么他们的独立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所以作为球迷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 但是如果说他们真的是被查证涉及到一些原则性的问题 一定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不管他们呢对于中国竹鞋做出过多少的贡献呢 都应该啊这个查清楚 然后呢让他们吃到苦头找到重罚 贡献呢才不会有其他人会继续伤害中国足球发展的利益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